人生早已有那朵花 勝放過 然後丟臉 丟臉死了之後 都依然有她的美麗 體會到就是 人生 人生 這個戲名 二次人生 我想和你一起跑10K 王Sir 再見 再見 李生你好 七年了 你做過什麼 什麼都沒有做過 跑啊 嚇死啊 你們說的都沒有 時間真的不等人 我的角色好像沒有目標 但其實反過來 我什麼都擁有 我有層樓 有個好好的老師 有個中優的女生 有份工 反過來想 什麼都擁有 但其實我沒有目標 我沒有我人生 那我怎樣去找我的二次人生呢 就是透過 撞回阿Sir 多久沒有來過 我想都有20年了 我整天小時候教你 今天的事今天做 都是說一個關係 你對這個關係的看法是怎樣的呢 你眼前那個人對你有多重要 我在那個角色裡面 其實我對著所有人都不是覺得重要 就是戲裡面 家裡的媽媽走了之後 沒有一個這麼重要的關係 唯一覺得重要的時候就是 王Sir和師母第一次覺得 原來關係是這麼重要 因為好像這個戲一樣 我要面對我的太太死 那你實在生日生日 你怎樣去留我的感覺 那這次我踩下去 生日死亡 踩下去 王Sir的那種痛苦 那種痛苦 所以在拍的過程 剛好我媽媽 亦都在那種狀態 所以那種交錯 就是演員面對最痛苦的事情 就是我要發生等我這件事 在我自己面對 但是我要去演一場同一場 類似的那樣的戲 導演給了這句說話 就是人生早已有兩朵花 勝放過 然後丟臉 丟臉死了之後 都依然有它的美麗在裡面 存在的 我們就存在了這一份記憶 這個感覺 就是我 他走之後 我們才可能 大家才知道 嗯 但他付出了那麼多 背後可以教 很無私的幫人 那我也有啟發 我的年紀不需要 跟別人再 再瘋瘋不得止 再爭 再怎麼不行 很失望的那些过去 我对智叔合作过几部戏 我觉得智叔是很沉默 很想做好每一个细节的演员 非常尊重他 尊敬他 我觉得智叔的离开给了我的感觉 一个人走的时候带到很多令人赞颂 这个才是最重要 我自己都希望我自己遇下 多些贡献社会 智叔给我们看到的就是 我们要多些贡献社会 多些帮年轻人 多些新一代 我第一部电影遇到智叔 是我一个超级福气 所以知道消息的时候 其实我想我用了十分钟坐在那里 我不会反应 刚好跟点部演员联络 我刚好在附近跟阿淡 跟阿牛屎 Viu见了一面 才意识到原来那件事 到我来说冲击这么大 一看到他们两个 所有的画面都翻过来 立即抱一抱 眼泪爆了 所以 我到现在都可能未懂得处理 未懂得连续 至少没有教我们任何东西 他言行举止 他对表演 对演戏的坚持 对照顾我们后辈 照顾我们新人 说明了一切 虽然他走是可惜 当然 他走之外 也带给我们一个很 怎么说 很阳光的感觉 令我觉得 真是没有往过这一生